12月9日汪峰在微博发了两张自己在医院输液的照片并配文 从来不生病的自己却赶上演唱会之前真是急啊 因为输液的药里面有刺激味的成分 导致突然莫名其妙的持续打嗝 想想办法吧医生 如果这嗓子好了可是一只打嗝今晚咋唱啊 只见汪峰身穿黑色休闲套装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 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十分憔悴疲劳 网友们也都为汪峰着急 更是心疼他的身体 但还有不少网友看到老汪这样都调杆起来 连老婆张子怡都跑来凑热闹 回复道 还不忘加几个嘚瑟并晒出了聊天记录 不得不说夫妻两人的聊天记录还是挺幽默的 不过有眼见的网友看到张子怡备注的汪峰的名字 竟然是醒醒爸爸 真的是太可爱了 可是张子怡竟然把汪峰的聊天调成免打扰模式 弱弱的问一句 这是醒妈妈把醒爸爸屏蔽了吗 而且还用了自己的表情包 看热闹的网友都笑不停了 不得不说 两人的感情还真是好啊 她就很正常 她就很正常了